中国有句口口相传的俗话,教会叫的狗不咬人,咬人的狗不叫。 7月拜登内阁提拔了两个人,一个是中情局局长伯恩斯,他在7月被确认提报为拜登内阁成员,打破美中情局近些年传统。 据称是拜登当局为表彰他在俄乌冲突后,领导中情局的卓越贡献。 此人因为在7月下旬美国会听证会上,美国在中国重建了强大情报网而被送上了热搜,被网络和各路观察家广泛解读。 另一个是女人,名叫纽兰,她在7月被提报为美国务院第一副国务卿,接替退休的社满。 相比伯恩斯的热度,纽兰则没有溅起什么水花,除了俄罗斯有关媒体外,几乎没有什么大媒体对此人跟踪分析。 实际上相比伯恩斯的叫嚣,中国更要警惕这位低调的血腥杀手。 为何这么说? 7月中情局重建情报网,网络热潮火箭军部署资料以及其他信息,实际上更多是一种舆论信息心理战,流行的定义叫认知战,传统的说法,及我们常说的心战为伤。 去年下半年左右,美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中情局多次公开场合表示,有能力把中国进攻意图遏制在萌芽状态。 也差不多在他们表态之后,美媒公布的火箭军部署图开始在网上流传。 在结合近近美中情局叫嚣重建情报网,有关传闻等消息,美极力想对中国公众塑造一种美情报很厉害,中国家底被泄露,不能与美国斗争等认知。 那么有效果没有呢?说完全没效果那是不客观的。 比如某知名前主编就发布了影响很大的,斗争损失很大的言论,关心相关底牌建设的人,也气得拍桌子,有一种恨铁不成钢,对相关战略能力起怀疑的错误认识。 不过气归气,但对此公开的叫嚣,实际上更要正确的认识,应该首先问一个问题。 美国人如果真摸清这种底牌,真渗透进了核心关键岗位,不应该竭尽所能的保护吗? 这可是战略间谍中的战略间谍才对,可美国人偏偏利用其网络舆论优势大肆炒作,并通过台湾网军和美国机器人对中国舆论厂盗管。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,注意美中情局局长叫嚣地用此重建情报网,既然是重建,自然是在这之前被摧毁了。 这反过来实际从美官方权威消息,证明了近些年美中情局,在中国情报网被摧毁的传言是可信的。 那么这说明什么? 中国的反间谍手段坚强有力,被好莱坞神话无所不能的中情局,实际上也就那样,是可以击溃击败的。 当然世界加速进入百年以上级别大变局,这也意味着暗处的博弈斗争,或许远比我们从影视剧看到的更加刀光剑影,甚至血雨腥风,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。 可直白地讲,百年变局加速演进,斗争事实上进入深水区。 国安部公众号今天上线第一篇文章《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》,实际上也明确告知了我们这个客观现实。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,社会稳定人人有责。 相比这种事实上有些直观的威胁,中情局向来都是我们警惕对象,也长期斗争了很多年有经验,可纽兰的无底线,才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和防范的。 纽兰被俄罗斯恨之入骨,因为在2013年至2014年的乌克兰颜色暴乱中,正是此人一手策划,创造了抗议活动中,派杀手枪击抗议民众,枪击维护秩序的警察,挑动双方火瓶油而鼓动大规模骚乱,达到美国颜色暴乱目标的手法,同时对不听话,坚决各种无底线暗杀。 港报中的暴言女事件,缅甸华裔女孩在抗议中后脑勺被枪击献击事件,事实都是复制了乌克兰广场颜色暴乱做法,按照俄媒和部分美媒体说法,此女人是美国鹰派中的鹰派,美国内部都对其血腥做法发虚,美国在乌克兰各种军事生化实验室,也由她大力推动。 或许有人要说,此人过往只在东欧和欧洲对俄罗斯作妖,关中国什么事,那么真是如此吗? 除了前述的港报事件外,今年三月初,美国派纽兰访问菲律宾,之后菲律宾就开始摇摆,在对中国关系上不是做美国炮灰挑衅,让中非关系再挤波兰。 而比较血腥且国内少报道的是,在纽兰访问菲律宾后,菲律宾有至少五位与杜特尔特关系较好,政策一致的中高层官员意外死亡。 7月31日,美国豢养的冯德莱恩访问菲律宾,也是美国加速菲律宾攻略,妄图南北打造基地,封锁中国的邪恶图谋之一。 事实上,美国禁止中国香港特首出席APAC会议,大概率由纽兰策划推动。 2019年港报事件传闻此女是幕后总指挥,对于挫败其行动的关键人物之一,其肯定恨之入骨。 不只是菲律宾和香港,近期孟加拉选举爆发较大规模骚乱,模式同样出现了乌克兰广场颜色暴乱迹象,而孟加拉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之一。 俄罗斯同样在该国有重要投资,美国对孟加拉当局与中俄走近早就不满。 因此相比与叫嚣的伯恩斯中情局长期斗争,中国更要高度警惕纽兰这个女人上位后,更疯狂地在中国周边左腰,复制乌克兰模式,搞乱中国周边来之不易的稳定发展环境。 延迟甚至阻断中国伟大复兴进程,注意,会叫的狗不咬人,咬人的狗不叫。 这次拜登启用纽兰作为第一副国务卿,其实释放了一个重大信号,美国要加强制造颜色革命的力度。 同时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进入了内阁,他很有可能与纽兰配合,再次发挥民主小饼干的威力。 拜登政府要通过他来树立对外强硬形象,为2024年大选铺路。 纽兰接替舍曼的消息公开后,立刻引起了美国及欧洲网友的吐槽。 美国自身调查记者希摩赫什也表示,应担心纽兰会成为舍曼的机认者。 这在美国国务院引发了恐慌情绪。 赫什指的主要是乌克兰问题,纽兰升官表明白宫不打算很快结束俄乌战争。 然而美国也难以脱身,纽兰或许真的能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。 到2020年之前,纽兰在乌克兰是太上皇一般的人物,而且他又是乌克兰犹太裔,身边聚集了一批犹太寡头,包括泽连斯基的金主爸爸科洛莫伊斯基。 而白宫直接负责乌克兰问题的是副总统拜登。 纽兰为拜登立下最大的功劳,就是让拜登的小儿子亨特。 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灰色收入,亨特的钱都是自己赚的吗? 那他还真是个商业奇才,他在美国都搞不出花样,却能跑到乌克兰大发奇才。 拜登是协调美国援助乌克兰军事计划的最高负责人,而纽兰是执行人。 美国副总统儿子在乌克兰做点生意,乌克兰人能不识相? 亨特通过自己投资的基金会,至少在乌克兰接了两个医疗项目,而把项目交给他的就是纽兰。 亨特有出息,拜登能不高兴吗? 从指挥颜色革命以及生物实验室等方面可以看出,纽兰是一个干事式的狠人,比擅长夸夸其谈的布林肯更能做事。 虽然都有犹太一背景,但纽兰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历,要比布林肯要深得多。 而泽连斯基也是乌克兰犹太人,这一男异女真的是将乌克兰毁得干干净净。 纽兰成为美国第一副国务卿之后,拜登将让他负责印太事务。 这表示纽兰将把他的工作重心从乌克兰及东欧地区转向亚洲,纽兰来者不善。 纽兰不管走到哪里,动荡和战争总是紧随其后,美国外交团队进行调整后,下半年的外交战奖更加激烈。 纽兰这样的人受重用,说明美国很有可能会狗鸡跳墙。 纽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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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纽兰